十萬有你,二十萬也不是問題 大家好,歡迎收看客新聞 智慧型手機5G旗艦晶片戰火引爆 聯發科推出了最新的天玑9300正式宣戰高通 兩家外資的研究報告指出 均看好天玑9300將成功的把AI應用延伸到了終端智慧型手機 在智慧型手機修正庫存搞一個段落 換機炒的升溫之下 聯發科將拿下更多旗艦晶片的市佔率 所以兩家外資均給予聯發科千元的目標價 同時給予加碼以及買進的正向平等 歐系外資認為大陸智慧型手機市場現階段庫存已經見底 隨著邊緣AI應用延伸到手機終端 將啟動未來三到四年的智慧型手機拉貨潮 聯發科也將因此受益 以上資訊提供給大家 有任何問題歡迎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喜歡我的影片不要忘了幫我點個讚 那客新聞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